二月臺北市政府重新再招開一次審議會 確認有關蕭老師的解聘到底是有效無效 答案是還是解聘有效 但是臺北市政府嚴重的一個出示是 他沒有去審查這些調查小組出現的嚴重瑕疵 所以臺北市政府今年二月確認解聘這件事情 程序草算 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以及在審全部被駁回 那這些我剛剛念的這些行政救濟的程序 都對調查小組違法調查的事實視若無睹 偽造文書 辯造公文書 要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的追溯期犯罪重本刑三年以上 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則 追溯期二十年 那這個是我對本案我覺得 一個案子爭論了十年 當事人找不到應有的公道 那我們在調查程序裡頭 發現非常嚴重的瑕疵 涉及偽造文書 所以我們要求臺北市政府重啟調查 對涉及偽造文書的公務員 依法提出告稅 依法提出告稅